為什麼是 這個最後為什麼 明明看到是70 可是為什麼是29呢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為什麼 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在Excel裡面的這個日期 其實日期按右鍵儲存的格式 我先把它改一下 因為這個日期裡面是比較麻煩 因為它裡面包含年月日 其實一個資料裡面有三個資料 年跟月跟日 Excel裡面它怎麼去解決 記錄這個年月日的訊息 其實特別是你把它改為通用 它實際上 你把它按確定好了 如果把它改回來 有沒有 它實際上放在哪裡 放在Excel裡面幫你記錄下來 它是給你一個數字 也就是用一個數字來代表一個日期 你想說那這個日期 這個數字跟日期有什麼關係 特別是說這個日期是跟1900年的1月1號 相比下這個是1 到這一天總共的日期數量 所以它越後面的數量越大 所以大概是這樣 其實它裡面表面上看到的是年月日 但是實際上裡面記錄的實際上就是 它跟1900相差幾天的一次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29846天 那你取前面兩個字它剛好給你29 沒有錯 可是問題我不是要29 我要的是什麼呢 我要的是你格式 為什麼會用格式 其實按右鍵圖的格式 其實主要是因為它給你這個格式 幫你格式化 所以呢 如果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它表面上看到的東西 我要透過TEST幫我轉的話 怎麼轉 還是 不是 畫面不見 畫面不見 我們以後的固定SOP是這樣 1 如果你要用TEST轉換 你也不用記太多了 你就記那個步驟好了 其實說真的我自己也記不了太多 我都固定了 反正我以後解決什麼問題 我就固定1 2 3 4 那就解決了 1 特別注意 請你先 把 這一個 你看到的 你要取得的資料 的地方 記得做什麼 按右鍵 出售的格式 找到它的什麼 有個制定 OK 關鍵地方 如果以後 反正你要取得的資料來源 你取錯的話 你就是按右鍵 反正制定 制定之後 請各位關鍵的地方 就是把這一串東西 但你也許你看 其實我看不懂 沒關係 你不用看懂 你只要會複製貼上就好了 這個其實就是它背後 在幫它做格式的一個 算公式 那我們只要怎麼 1 只要把它這個複製起來就可以了 複製之後呢 放哪裡呢 因為我們在test函數不是要兩個資料 一個是value 一個是formate test 這個就貼到formate test裡面就可以了 OK 特別注意 這個就是貼到formate test 反正不管 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你就會貼就好了 貼到formate test裡面 把這一串貼上 但是test前後一定要加雙 很好 所以記得複製 按取消 OK 第一步就完成 一先複製 二的話呢 我就把剛剛這個工資先拿掉 delete掉 我們重新再插入 因為我要把看到的結果 真的轉換成實際上我要的那個字串 所以我就再插入test 然後value就是這個 有沒有它過來是2984 對 接下來把formate test裡面 記得 因為它是要test 所以你先給它兩個雙以後 這個沒有加不行 一定要 然後把它移到中間 貼上剛剛的這一串 那你會發現 它就知道說 把這個數字經過這個東西之後 它就真的變成一串文字了 這個文字的話就是70 70年次的9月17號出生了 OK 特別說其實就是把它真的轉換成文字了 好完成 所以一複製裡面的字定裡面的那一串 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前後要雙以後 value這個一樣 這個照剛剛一樣的方法 它最後就是真的是文字了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資料給帶過來 但是這個跟這個最大不一樣 這個裡面是數字 這個裡面就是真的是轉換之後的文字 因為它已經經過test幫你轉換 那可是如果我要前面兩個字的話 接下來請你把這個test公式 再剪下 再插入什麼 laps 剛剛laps 剛剛laps會失敗 所以現在laps 然後把剛剛laps 剪下的東西貼到test裡面 就這一串 兩個字 按個確定 好 這個時候向下填滿 基本上 就不會是我們要的呢 有沒有 年次就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了吧 但是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可能還有一個延伸性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發現 靠左靠右的問題 它幾乎都有沒有 它是靠左對齊 跟各位講如果它靠左對齊 你就要慢慢有個敏感 就是說如果靠左對齊的話 通常它裡面放的是文字 如果靠右對齊的話 裡面是放的是數字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說將來如果你要把它拿來做什麼 像如果要抓什麼 裡面70年次留下來 你如果要把它再篩選 但是篩選的時候會把它當數字 可是裡面是放文字 你可能還是篩選不到 那還是會有衍生性 不過這個也許我慢慢再來講 再來講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什麼 剛剛這個70年次的資料放過來 方法 step1 先把這個按右鍵 儲存格把它制定 複製有沒有 2的話呢 就在這邊插入什麼 test 函數 裡面的話就是value放這一個 那主要是這個 你如果貼的話 那後面應該就簡單 來試一下 後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呢 多增加一個衍生性的一個練習 就是多講一個叫test函數 因為這個test函數實在太重要了 如果你工作裡面不會用到這個函數的話 那真的太多的東西 你真的就取不到你要的這個結果 那之前是有個同學是問到什麼 那個因為他剛好他的工作可能金融行業吧 就是貨幣有NTDollar跟USDollar跟 比如說那個就是日幣 各種匹別 那匹別前面會有匹別符號 就他用匹別符號 他抓那個匹別符號他抓不到 我剛才講說你就用test函數 保證就抓得到你要的這個資料了 OK 一下子他就全部的問題就解決了 否則的話他看得到 但是卻抓不到 如果抓不到 被你知道他手動 自己要手人工來做 哇太花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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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